美丽岛最新的民调出炉了 我们看到那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声量是最高的 在民众信任指分之里面 拿到了71.9% 远远赢过位居第二的副总统赖清德 好这13.2个百分点 好这些媒体人就分析说 没有意外的话 兰英在2024一定是派出侯友宜来出战 好面对这是民调垫底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侯友宜怎么说呢 他说大家其实不要太严苛 柯市长很认真了 面对总统大选 新北市长侯友宜总是说的保守 不过外界却对他期待满满 摊开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 2024总统可能人选 民众信任指分 第一名侯友宜得到71.9% 副总统赖清德位居第二58.7% 桃园市长郑文灿58%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得到53.5% 台北市长柯文哲则是45.9% 侯友宜更是大赢第二名的赖清德 13.2个百分点 资深媒体人维安分析 蓝营部分侯友宜超过朱立伦将近20个百分点 朱立伦还输给绿营 赖清德 郑文灿两人判定出局几率大 没有意外的话 蓝营必定会派出侯友宜出现 而绿营该派谁可就让内部伤透脑筋 赖清德 郑文灿两人民调数字仅仅差距0.7 赖清德去年党内初选后几乎成了半个隐形人 郑文灿拥有桃源市长舞台声量相当高 想不到赖清德的信赖指数竟然在郑文灿之上 对于民调垫底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好朋友侯友宜连连帮忙讲话 说他其实很认真 柯市长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诚真努力负责任的一个所长 那不管民调高低之何 我相信柯市长都会努力的把现在的工作做好 对于总统大卫各阵营磨刀霍霍 记者综合报导